好主播接下来带大家来一场文化交流 在台湾文化里面死亡两个字向来是不受欢迎的 但是在地球的背面 墨西哥人则是将死亡和来生做连结 反而会以歌舞欢腾来为市区的挚爱举办派对 庆祝永生不朽的到来 也就是墨西哥的亡灵节 今年墨西哥在台的官方办事处和城市文化周 还有自然圈农场合作 将融合了阿兹特克天主教还有前西班牙时期的文化元素 相互结合的祭典文化 移施到台湾台中来展出 展览中可以看到有各式的手工艺零售木雕 还有拍摄知名的画家弗烈达卡罗生平的摄影作品 这场展览也促进了台湾和墨西哥的交流 而除了静态的祭坛展览讲座还有各式的手作工作坊 也都会在11月底推出以亡灵节为主题的录影还有市集活动 可以让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也顺便可以认识异国文化 以上的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